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也要來分享三個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次的影片我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降魂錄的新篇章 龍魂幼士的介紹與配點建議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OK,那我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三個魂徒的區別 第一個是雷霆萬鈞 他的效果是會在戰鬥開始之前 就提升我方全體武將的最終增減傷 還有突擊型武將的怒攻增傷 持續到戰鬥結束 由於開場就會直接發動 而且又有提升突擊武將 所以他也比較適合切後跟滅對的玩家們來使用 第二個是豪氣之刃 他的效果是會在第一個回合結束之後 才提升我方全體武將的最終增減傷 另外還有防禦及輔助型武將的怒攻增減傷 持續到戰鬥結束 那由於他的方向條件需要挺過第一個回合 而且又是特地提升輔助和防禦型武將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較適合抗體系的隊伍 尤其是對接下來 有可能會登場的髒水盾輔隊就有影響很大 再來第三個是不滅星火 他的效果是會在第一個回合開始時 也就是開場技能都發動之後 提升我方全體武將的最終增減傷 另外還有攻擊型武將的怒攻增減傷 需要戰鬥結束 那基本上我會給這個魂圖設定為通用類型 這所有的玩家們都可以優先點滿的一個魂圖 至於為什麼我會這麼說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 這個效果在第一個回合就可以發動 依照目前還有未來的環境來看 有非常多的戰局在第一個回合就能看出結果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時候一定會有觀眾好奇說 那為什麼不選擇雷霆萬鈞 發動的時機明明還要更早 這點說的確實沒錯 但最終增減傷的百分比卻差距很大 雷霆萬鈞點到滿也只有提升25%而已 但不滅星火最高卻有達到40%的最終增減 老實說這15%之間的差距影響的幅度 其實會比各位想像中的還要大很多 所以一般來說武克或者是隊伍不太固定的玩家們 我會推薦給你們兩種點法 第一種就是全部都灌在不滅星火的身上 直到點滿1500點魂圖為止 不過這樣會消耗68顆吃驗咒魚龍魂 如果都是以拍賣價計算的話 要30幾萬換星 至於第二種就是3個魂圖的4個卷軸 都平均提升到2級或者3級 才集中不滅星火 因為龍魂系統有一個新的獨立加成區域 這裡面最誇張的就是龍魂之力跟龍魂之勇 因為他們兩個的計算方式 在原本已經計算好的所有傷害結果之後 再去增加與減少 對影響的幅度會非常誇張 不過這個很難直接計算給你們看 如果要舉例的話就是有一個玩家 他的戰力有100億 但龍魂只有30好了 而另一個玩家戰力只有50億 但龍魂卻有一把在使用隊伍一樣的情況下 這個50億的玩家贏的順算反而有可能還比較高 當然這只是舉例而已 但影響幅度就是真的有這麼大 那第一種獲得的龍魂加成 花費68顆龍魂總共提升18% 至於第二種如果全升到2級 只需要消耗9顆就可以提升12% 而3級則是21顆就擁有24% 那這兩種我個人覺得都OK 不過我自己應該會選擇先平均之後再集中 畢竟龍魂的價格真的很貴 而且入手管道又少 至於這三個魂圖裡 捲軸的羈絆能力就都一樣 天之捲就是影響4個國家的抗滅屬性 所以只要選擇你想要提升羈絆值的那邊就好 那我個人目前會比較推薦選擇 優先點地之捲的暴擊率跟抗暴率 因為這兩個效果是面對所有的角色時都會生效的屬性 所以泛用性極高 至於天之捲的抗滅 正常來說應該是需要最早推薦的屬性才對 但由於這邊的羈絆能力 一樣是依照國家來區分的 所以如果選擇天之捲來投資的話 只要沒有配到適合的戰局就等於沒有幫助 再加上龍魂時的數量也不夠多 所以我自己並沒有那麼建議先點天之捲 至於選之捲的能力就更偏向功能型 所以現階段也不考慮 最後黃之捲是影響龍魂技的傷害增減 但以目前環境來說 主力輸出還是以普通武將為主 所以也不用急著投資 對於素材的部分 龍魂跟龍魂石的話 威望商店每週一定要買滿 否則差距會十分巨大 而泰賣的部分我覺得就見仁見智 主要還是跟你的財力還有對手有關 因為一顆的價格就要高達5000多換清 除非是大課長不然真的沒有幾個人有辦法狂拉 那在對手也沒有的情況下就等於沒有影響 萬一要硬拉想要拼越戰 反而有可能導致活動或是基本的每週開銷不足 所以龍魂的部分 一般玩家只要每週威望商店有買完就好 開賣的話就量力而為有多餘的幻星才買 當然以上這些也只是我的個人見解而已 不代表一定就是對的 各位可以多參考其他的意見再決定 那如果我講錯的部分也歡迎大家糾正指教 最後希望這次的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雞腿我們下次見 掰囉